今天吃什么 咱们来做个锅他里脊 以前咱们做过锅他豆腐 这锅他里脊跟锅他豆腐的做法非常相似 材料换成里脊 就是猪肉 咱们边做边说 里脊肉切片 那么量根据您具体的情况 我这个大概差不多二两个左右 你人口多的话可以稍微多一点 最好是用里脊肉 如果您用五花肉 它有的时候里边会有筋膜 这个不容易熟透 切好之后 我们把它稍微抹一下底位 放一点料酒 胡椒粉 可以少放一点酱油 不放也可以 因为如果您现在下的料太重的话 最后成菜的口味 就不太好掌握 所以您这时候如果要放酱油或者放盐的话 尽量少放 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让它腌制一会 再做法是把这肉片粘上鸡蛋糊 然后到锅里边去煎 然后它就粘在一块了嘛 然后再一翻 是这个做法 我这个做法要简单的多 我就直接把肉片放到鸡蛋里 您把它往里边一倒 这比您一片一片往里下的简单多了 咱们在家里做 这个办法比传统做法要简单 然后呢味道是一样的 我们打三颗鸡蛋 全蛋 如果喜欢吃蛋的话呢 也可以多放 根据您的喜好 一般来说三颗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不用这个太大力搅拌 把蛋液和这个肉片呢 搅拌均匀就可以 我们这个做法呢 比照传统的做法呢 用蛋量多一点 所以呢蛋香味会更突出 传统做法的那个呢 用蛋比较少 然后呢 您将来翻锅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翻 这个呢是比较简单一些 用蛋量多一些 但是呢翻锅呢 您可能稍微有点难度 不过这个不要紧 一会咱们翻的时候 咱们再讲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不要再下言了 然后锅上火 火不要太大 油温不要太高 把我们的肉片蛋液放进去 然后吧 这个肉片呢摊平 让它每个位置的这个 厚薄呢均匀一致 这还比较容易熟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火要转小 一定不要用大火 因为用大火的话 很快这个蛋底下这边它就会就糊了 然后上面还没熟 然后盖上盖 转小火 记得一定要小火 让它逐渐的慢慢的把它减熟 中间如果您是怕粘锅的话 可以稍微晃动锅 刚才咱们说的 您这个油不要下太多 不然的话呢 您翻锅的时候 它容易溅起油来 可以检查一下 看它熟成的程度 用小火慢慢把它 下边这边鸡蛋煎熟 然后看到上面这层蛋液呢 逐渐凝固 不需要完全凝固 逐渐的有一点凝固就可以了 刚才说到这个翻锅的问题 您一会儿翻的时候 不用担心 我们呢不是这个专业的徒师 也不需要说专门去练着 您也不是每天都做这个菜 所以您如果能够整个翻过来 当然最好 如果不能 没关系 您把它翻过一半来 或者说它都碎掉了 您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蛋液向上的这面 并没有完全都凝固 所以如果您这个翻的时候 它碎了 或者说是 这个一半翻过来 另外一半没翻过来 就像我上次我做这个锅塔豆腐 那视频里您看的 它就是说 我就一下没翻过来 没翻过来 不要紧 咱们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如果您这个一下翻过来之后 它没有这个撑整个了 那您就把它这个摆好 尽快地摆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面 它是还没有完全熟成的 所以您把它摆好之后 那蛋液再凝固起来 您这个还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蛋饼 所以呢 不用担心 而且您要喜欢做这儿的菜 您多练几次 这翻过来没多难 就是注意您的油别太多了 不然的话 它容易溅着油烫着 这锅塔里 在成菜之前呢 一般要放这个料汁烹一下 如果您不想炸 您直接煎完了之后就吃 也是可以的 差别就是说 您如果想不加不烹料汁的话呢 您事先在这个蛋液里边 把这个口味就调整好 我们现在呢 要准备要烹入一个料汁 这个料汁的内容很简单 料酒 酱油 少许的一点醋 您这个烹这个料汁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酱油不要下重了 因为这个菜您在 这个腌肉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这个底味了 如果这时候您这个料重的话呢 它整个菜就容易太咸 像这种 这个需要烹一下的菜 它要收汁 所以您一定要掌握 您现在这个汁下锅的时候 您觉得这咸蛋合适 等它汁一收 这就太咸了 所以您您可让它淡一点 不要让它咸了 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不够 您可以稍微用点老抽 别用生抽 这个一般来说 我是不需要 我是不勾芡的 如果你喜欢勾芡的话 可以勾一点毛芡 一般把它收汁收紧就可以了 这个汁不要太多 如果您喜欢的这口感稍微脆一点 有这个淡香的这种脆感的话 您这个料汁就烹少一点 如果说是老人的话 小孩子 喜欢吃软嫩一点的话 您就把这料汁量稍微掌握多一点 让它烹久一点 它这个蛋就会变得很软 出锅之前 再淋入少许的香油 那我们这个 国他礼祭就做好了 尝尝吧 谢谢大家